我和Linus因为有了共同的喜好 相知相惜且相爱者 虽然经历过一段波折 但我们相信彼此而一一化解 我们相信属于我们两个人的幸福 会一直这样下去 如果我们也有自己的小孩 会是什么样的日子呢 我们在瑞典尝试了各种办法 但结果都是让人失望的 我不敢想象这段过程会有多辛苦 但是为了Linus 为了我们共同的生活 我决定回台湾试一试 您目前42岁 因为本身高龄女性的卵巢固存量比较低 而且配胎染色体的病率也比较高 所以这边会不太建议我们进行的是三代水盘普拉斯 整个夏天连续取了三次卵 养到第五天的有九颗配胎 我想我准备好要进行植入了 很遗憾我们这次并没有成功 但我们也发现 这次的血酸素只有异常 所以我们在下次植入的时候 我们会密切追踪和施打甘肃 不要气馁 我们下次已经继续努力了 Linus鼓励我植入最后三颗配胎 不放弃一丝希望 他知道我们的梦想是成为父母 但是经历过两次失败 不止身体 心灵也感到相当疲惫 觉得好委屈 但一切都是自造的 谁也怪不得 一笔愿杖要算是头上 面对胜算极低的独居 是不是只能不起不带 才不受伤害 这是最后一次 我选择帮过自己 放弃坚持 最后三颗的压力很大吧 反正我已经一无所有 现在反而没有什么压力 心情意外的很放松 我会打起精神 努力寻找生命其他的意义 直到放榜的那一天 这次有顺利怀孕成功 那我们可以开心一两天 但是后续还有好几关要过 那我们药物要持续服用 我们再约三周后回来做心跳 来小枫 不要紧张哦 好你听哦 这个就是宝宝的心跳 还有个好消息要跟你说 恭喜你 是个双胞胎呢 我可以录给我先生听吗 可以啊 过了好多天 依旧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最科学的是 在生命的奇迹面前 也得谦卑再谦卑 我想生命中最美好的乐曲 是有孩子的声音 也是家的声音 嗨大家好 我是小枫 嗨 I'm Linus 我们现在在瑞典的家 这是我们的两个宝宝 刚满五个月 谢谢宋子鸟团队 给我们这个机会 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故事 如果你是正在求职路上的人 我想跟你们说 家加油 给自己多一点肯定 你们已经做得很棒了 那也要跟正在犹豫 要不要踏上这条路的人 说不要因为害怕得不到 就不敢伸手去要 这条路或许不好走 但是它是过程 终究会过去 不管结论怎么样 它都会变成你生命中的一部分 它都是值得的 希望把我们的幸运分享给大家 祝大家心想事成 平安健康 然后相信我们很快 就可以回台湾 跟大家见面团聚龙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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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